一路到了戰地封業5發售 DAX會慢慢丟出粉絲應該期待的資訊 上一次和大家介紹新的職業系統 這一次來看推出時會有哪些武器和載具 哈囉大家好我是Matt 歡迎收看電玩之夜 上一集和大家討論的四把新武器會如期出現嗎 現在就來看官網提供了我們哪些新資訊 在推出時將會有30把主要槍枝 7把副武器、9項近戰武器、16項裝備 7項小隊支援載具和5項定點或可托韻的武器 最後還有24項陸地和空中載具 在之前的預告分析有提及或是OP已經出現過的裝備 我只會輕鬆帶過因為實在有太多的內容 先是看到突擊步槍 有很OP的STG-44 Storm Gewehr 1.5 半自動的Gewehr 1.5的突擊版本 M1907SF 說明為較重型的M1卡冰槍 恐怕留言區會有軍武迷可以告訴我們這把槍的出處 因為我查了一些資料發現沒有可以對照的武器 半自動部槍有 E戰就有的Selpslaughter-1916 Gewehr 43 和Gewehr 1.5 在歐比裡有出現的M1A1 Carbine 和Turner SMLE Bull Action Rifle 有Gewehr M95-30 在一戰時奧兄帝國常使用 特殊從側面換彈設計的Kraig Jorgensen Leigh Anfield No.5 Mark I 和經典的德軍卡98K Self-Loading Rifle 會有Model 8 在1900年代為美軍警方使用 ZH-29 中國革命軍主要使用的武器 上個影片有人提及這把武器 然後叫我不要再異營有沒有中國兵種了 最後還有法國使用的RSC 再來是我會常使用的SMG系列 限時和遊戲Open Beta都很難用的英國Stan 後座力大到會摔小感的Suomi KP-31 官網還特別說解開後面的升級會好很多 德國使用的Erma EMP 經典的MP-40當然也會出現 E戰的MP-18的兒子MP-28 還有昂貴版的MP-34 最後還有M19-28A1 俗稱的Thompson Gun 湯普森衝鋒槍 清機槍篇我們會看到OB已經出現的KE-7 還有布倫機槍和德國閃兵的FG-42 Louis Gun 也就是上一代的路易斯機槍也會回歸 聽到這邊大家應該會想抱怨太多重複使用的素材了 中型機槍會有經典的MG-34 和未來改良版的MG-42 限彈槍只會有兩款 半自動的12G Automatic 和德國飛行員的副武M-30G-0 這部分就是上市會有的所有主武器 真心希望未來戰爭潮流可以增加更多內容 這清單有點小失望 副武器也就是手槍 我們會看到經典的M-1911 德國的P-38 和PoA Pistol Stellar M-1912 手槍 和Mk-6 左輪手槍 也從驛戰的墳墓被挖出來 法國的Ruby 手槍 最後還有FP-45 解放者手槍 超小的身形為美國情報單位所使用的單發手槍 邊打稿越覺得熟悉 真的都是上一代的武器啊 近代武器不多介紹 確定第一隻預告片的Cricket Bat會回歸 在裝備方面比較特別的是同位第一隻預告片出現的英國Pieta發射器 還有德國的單兵反坦克武器Storm Pistol也被提及 這邊沒看到之前美術圖出現的Bazooka 和M-1 Grand 怎麼會有二戰的遊戲沒有Ping的音效 小隊支援除了OB看到的V-1突擊虎式和鱷魚噴火的丘吉爾 還能看到美軍的M-3 伴侶帶戰車加上QF-6 Pounder 的T-48版本 和相對應的德軍Pack Wagon 應該是類似戰地1跑車的角色 底面定點或可托韻的武器有對空的Flag-38 反裝甲的Pack-40 和QF-6 Pounder 以及打步兵的Vickers 和MG-34 腳架版本機槍 24項載具除了OB的英國丘吉爾家族和德國的4號戰車以及虎式 上一次的DevTalk影片提到還會有輕坦Panzer 38T 和AA車 英軍使用的T-17 列路犬也確定會加入遊戲 單純運輸的有德國巴爾式水桶車和英國的通用載具 還有剛才前面提到的雙方的伴侶帶載具 不知為何再來是有一個傳統就是把運輸載具都做得很難開 空中載具則會有英國的Spitfire 文式轟炸機 布倫亨式轟炸機 德國的BF-109 以及Stuka 和Junkers JU-88 轟炸機 這大概就是今天為大家整理的官網的武器和載具清單 難免會和上一代的戰地風雲依依來比較 怎麼一個二戰的遊戲內容搞得比一戰還吃緊 很明顯的也可以看得出遊戲推出時只會專注在英國和德國的勢力 希望接下來的更新會加入不同的冰種載具乃至於武器 想知道更多有關遊戲和歷史的結合資訊 都歡迎訂閱《電玩之夜》 別忘記可以開在下面的小鈴鐺 這樣我的新影片的話大家就會通補被通知煩死 聲音畫面帶個先到這邊 掰掰 字幕字幕追加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